青少年晚上不願意睡覺 情況很普遍 不過除了不夠精神之外 還可能更容易幻想嚴重疾病 中大的研究發現 睡過7個小時的青少年 僅僅動脈內脈爭口 患心血管病的風險 和有家族遺傳 高膽固醇的小朋友慘舵 譚曉彤 上課睹眼睡 不止沒心機聽書這麼簡單 不夠睡還可能影響血管 帶過了容易患心血管病 中大在2012至2015年 找了142個10至17歲的青少年做調查 四成人每日平均睡少過8個小時 中大幫這些青少年 量頸動脈內脈和中脈的厚度 簡稱CIMT 發現睡得越少的青少年 CIMT越厚 即是血管窄了會容易失去 CIMT每多1毫米 患心臟病或者中風的風險 就是一般人的2.5倍 研究發現睡7個小時 或者少過的青少年 CIMT平均0.49毫米這麼厚 和有家族高膽固醇的兒童 厚度差不多 比起睡足10個小時的人 厚了0.05毫米 而每日只是睡3個半小時的個案 CIMT更厚0.54毫米 你自己以為自己沒問題 但是就因為你睡得不夠 你的風險現在和其他有病的小孩 已經可以平排到 小孩現在已經醞釀這個問題 可能20年後已經很大件事了 醫生建議青少年要睡多點 起碼睡8個小時 至於CIMT會不會減低 暫時未知要再做研究 但起碼不希望會再惡化 研究團隊又說睡得少 可能因為功課或者活動多 建議上學的時間晚點 例如8點半 等學生多點時間休息 有線電視記者譚曉彤報道